大家好,我是回到紀錄寶石5 上次廣東應該是來到成都地區捉了一些神獸 然後觸發劇情,然後剛才我打算拍的時候忘了開咪 我打到這裡才發現,重新開遊戲的時候 現在來到已經是火箭兵聯和紮奧博的劇情 我們要重新打,但不要緊,因為都比較容易打 因為雙打其實對面的陣容都比較差 所以其實不需要怎樣用路都能贏 基本上一路岩賓就可以了,瘋狂岩賓或者地震 OK,再地震吧,自爆磁怪就等死了 再地震吧 突然走過來 OK,龍頭地鼠的地震圓場 太厲害了 OK,不行 這裡就是說 對,這裡剛才我錄的時候沒有說話 我忘記了說 就是這裡本來應該想捉住他們 但是超夢夢就速迫了我們的力量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捉到他們 要眼白白地看著他們走 現在其實就完結了這個劇情 要跳下布 嘩 這麼有型 喂,利基亞 我們可以捉他 70個利基亞 70個利基亞 沒什麼特別 我們也是精靈球時候 這裡應該不可以打他 給他一招吧 給他一招 給他一招用電磁波 先 煙光 好 超級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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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厲害了 對面 太厲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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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級球呢 嘩 一下可以了 高級球 搞定 我們又收服了一隻精靈了 沒事的 這個 好,我們出來已經是 這個旋窩裂島 咦 這裡嗎 回來這裡 先看看 應該無劇情吧 我們可以回去總部看看 怎樣 因為現在解決了 追責奧博的事件 已經完結了 因為現在不知道要去哪裡 所以我們應該回來總部回報一下 我們來找啊 蜜丹 結果 對了 跟他匯報了 見到阿銀 火箭被連首領和習奧博風的紛爭 今次穿越到成都地區 今次終於發現本人 同時都撞到板木 他們兩個還合作 成都地區圖鑑擁有者小銀 其實是板木失蹤多年的親生仔 最後還跟板木一起游 哦 真是阿銀最後會在最後聯盟打 事態有些超出預期 原本以為習奧博只是想捕捉萊克洛茲馬 用究極技術的力量對抗 想不到現在聯合了火箭隊 現在要小心 還沒抓到宅博之前 我都不可以鬆懈 我這邊整理了以太基金會的資料 如果可行的話 對之又局面有巨大的波 不過現在來說還是太早 究極之洞那邊都沒有什麼異常 我會在這裡聯繫成都另外兩位圖鑑擁有者小金 和那個什麼黑羅 他們都在獸邀前來這個風圓幫助調查 究極之洞 大概兩個月到達了 只不過當初一起守之的小銀沒有來到 可能就是和你在究極之洞中遭遇有關 你要做好準備去找大午 要打啊 要打啊 他叫我去什麼 對戰廳找大午和力帶冠軍 真的是不是一定要打我們才可以繼續劇情 我們可以試試考慮打 都不用考慮打了 一定要打 神獸也放在一旁 很少用神獸 如果真的用的話我想想要用什麼 我做了一隻神獸是什麼 我做了一隻寵是什麼 忘記了 還有一隻是 啊 長毛巨魔 突然間忘記了 最強的輔助手是長毛巨魔 因為牠的牠的牠的牠太厲害了 牠的仙制的反射牠那堆 現在我們就來挑戰一下上次講到的究極聯盟 因為 因為現在應該沒有劇情 我不知道是不是 但我們還是要試試試看 靈魂衝擊 再靈魂衝擊 但沒理由已經有100%了 靈魂衝擊吧 沒所謂 時間是稀炸了 教過人蛙的水炮 開創的 士刀 行不夠快 麥格拉 碰攻 忌憶 唉呀沒有中到 眼君 還說眼君 沒有中到 為什麼牠經常都沒有中 神經病 其實我很怕打不贏 我其實 我真的怕男的 可以 應該可以 可以了 可以了 搞了 阿光 最麻煩的是希羅那 其實就是 光牆 應該是 希炸 應該是 希炸 是 三十分 消傷 真的嗎 我現在沒有了加攻的效果 現在 彈跳吧 反射壁 3 2 3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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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我記得他換蟲干場,即是靈魂衝擊直接,他打不死 然後我們這個換蟲,換一隻鑒狂狂給他打 飛著風波就沒有了,他又換蟲水炮,影子偷雜,影子偷雜和突雜 搭了他那隻的,是甚麼 班格拉,班格拉用地震,尖弓 接著用蟲水,又是這樣的麻煩 還有一隻美納絲 轉比加超,天磁波,閃光,閃光,閃光 不舉閃光,喔,這麼快 對面那隻鴻斌嗎,龍武,沒中龍武,尖弓 不是銀筆嗎,又輸了,這隻很難打,怎樣贏 贏不到他,神經病,希羅勒很難打 我之前練了一隻,練了一隻蟲是一百里,我又可以拿出來試試用 就是這隻,這隻我是用來刷,升這隻用 我們可以試試用它來下雨給鯉魚龍 我們現在是雙天氣,雖然好像不太用,但我們也可以試試用 好用比加超過電磁波或電電加速 光場 反射壁,神經病 但不要緊 不行不行不行 還是反射壁好一點 反射壁,靈魂衝擊應該是用 靈魂衝擊同一點 不再挑撥了,不是 光場 暴風 希炸 暴風暴風 燒傷 暴風 龍武 龍武 彈跳 彈跳 敲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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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彈跳 彈跳 敲兜 光場 然後是 黑炸 好似是打氣炸 之後就... 其實這裡可以換帶最後打 換帶最後用衝浪 應該是妙的 不行就進去 兩下 暴風 嘩 不是,他一下龍輪打死我 他紅牌 他超級痛 好似是鯉魚龍消失了 出瘋了 地震 應該我快一點吧 如果鯉魚都快一點我懷疑有些問題 急修拳 但最後... 不行 龍頭地鼠先 地震 可以 接著就可以換帶最後下雨 然後用衝浪 再衝浪 嘩這個雙天氣 好像很有用 但好像又沒什麼用 光場 靈魂衝擊 光跑 這裡可以換走 這隻黑 羅斯雷朵比較麻煩 應該是這隻 接著就可以用暴風 吹麵粉 吹麵粉 怎麼搞的 吹麵粉 怎麼搞的 吹麵粉 什麼事 救婆娘 人說 事到 我知道我用 吹... 我知道我用超能力 他會馬上換蟲 神經病 連份兩彎 這樣不行 好險 阿克拉 咬水 綠葉風 這隻不夠快 不夠快 又要輸 我感覺到又要 黑羅拉真的很難打 地震 然後去反射壁 鯉魚龍上場 秒殺 包補 不要 不要燒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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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彈 沒有中 彈 可以了 應該贏了 科技 秒殺 終於贏了 終於贏了 他催眠了我幾 兩隻我都贏了 換成一個超古代精靈的訓練師 我是希羅那 這個風原地區 流局現場一直擔心銀河團 赤日所為 他是個危險的男人 至今下落不明 艾利斯 看來是一個內心學求勝利的訓練師 和你一同戰鬥 都是經歷過無數激戰的精靈 和我好像你這樣的訓練師 戰鬥我和我的精靈都會變強 更加理解對方 合中精靈過軍艾利斯要挑戰你 三頭龍 三頭龍可以再見 打一場沒有 其實是懸黑 是懸黑 真的懸黑 完全贏不到 對面 波士奧多拉 波士奧多拉 其實用龍頭地鼠 都可以的 我怕他會反殺我 我們先召開反射壁 對面有鋼技 我們召開 然後門寵 換隻鋼人媽出來 對面 水炮 來 賺到 立即把拉布拉絲 背背弄出來吃 對面有鋼幣 還有班格拉,加班格拉的岩崩 沒有中,他也沒有中唱歌 好,最喜歡這些結果,大家都沒事,大家都停玩 應該不夠快,對,不夠快 龍地的岩崩 不夠快,轉 轉一轉就... 長毛巨魔? 長毛巨魔,免得... 長毛巨魔又有用,用來開場 反而龍頭地鼠沒有用 這裡唱蠻石壁 蛇身撞,幫牠賣 完美 這裡就用大罪歐 的暴風 龍舞 魚妻 暴風 不是,應該是水技 紅牌 再見 這個應該也很死 OK,完成 很強,這個就是風圓冠軍失力 怎樣?我跟杜師生呢 你覺得誰比較厲害? 不造平女很好奇 下一位冠軍呢 哪位? 這個是黑白 下一位是XY 大悟了,就沒有XY 一直期待著這一日 我可以重新在這個類型中 看到你和你精靈在一起 在類圖見識過什麼 在後面之後 有這麼多訓練家 你又有什麼感覺 用戰鬥告訴我 這個是之前已經打過的一個大悟 最終的古兵 可以鑑鳥 雖然我知道他是降寵 但是可以鑑鳥這個比較麻煩 因為我遇到他不斷放釘 所以我們要 很難打 大悟 鑑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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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上去搖籃百合 出來搞事 長毛去吧 光牆 嘩 這個什麼事 終極吸收 吸了這麼多 走走走走走走 咬碎 對面是什麼 鑑鳥 水 不記得什麼屬性 總之他是怕鑑 他怕鑑屬 他應該會用吸收 我們直接咬他 直接換龍頭地鼠 然後收場之鑑 這樣會好一點 其實鑑鳥很麻煩 劍帽 先用劍帽 再用劍帽 放釘我們劍帽 之後再用鑑鳥 打他 後排 水 水 水盆 巨金怪 士兜 應該我快一點吧 對我快一點 OK OK 鱼龍 Powerable Powerable 龍蛋不得 龍帽 龍帽 對面有劇毒的選擇 所以我們可以龍帽一下 之後他自殺 非常好 他不自殺反而回血更麻煩 但最後 這隻水蟹 這隻水蟹 不知道什麼蟲 我們用暴風 好 因為我不太記得 這隻水蟹其實很少見 我不太記得他人的熟成 笨 然後才可以用咬 應該比他快 快比他快 地震 應該我快一點 完了,大不易打,最難打是希羅娜,神經病 不過是你面對各個冠軍都變得更加穩重和成熟 冠軍舉辦今次試練將測試你作為冠軍的資格 嘩,這樣還叫測試,我已經是最強了 你和我的戰鬥其他冠軍都全程觀看 會談會在戰鬥結束後,是你的話一定可以戰勝到最後 現在就是展現你究極分裂師的實力,又要再打 嘩,真的啊,這個是XY的,我竟然猜不到 作為冠軍和對戰城堡的呂大公 呂大公是那些不知什麼的稱謂之類 向你發出挑戰,卡路納,這個是... 這個是... 沙內朵,Mega沙內朵 夾鬥,沒問題,應該贏不到我 這隻很棒 南瓜人,又有紅牌 南瓜人的話呢,其實最麻煩的是那些... 鬼...其實他的技都比較少,所以其實不太需要害怕的 我想吧,唱武舉魔,馬上回來唱武舉魔 對方,幫忙,對方要用我們去幫忙 對方要用我們去幫忙 他用記種,我們要去幫忙 他用記種,我們要去幫忙 但是還有...記種 暴風 他用了 對啦,沙內朵 Mega沙內朵 是要適合的 班格拉會死的 大罪歐其實可以送死的 可以送死 直接用衝浪 巨星 接著拋個寶應該是瞄 OK,可以 拋個寶也會殺 哦,他比我快 曼格拉... 地震... 逆輪 他比我快 這隻肯定 長毛舉魔 反射壁 靈魂衝擊 太誇張了 長毛舉魔 長毛舉魔太厲害了 不過我這裡要死 沒辦法 龍頭地鼠的收場之角 嘩,他比我更快 神經病 不是打殺了整隊吧 蛤? 因為他用了那個... 什麼輕裝 他... 糟糕了 這樣就... 喂,不是吧 哇 重新來過 神經病 不是吧 大哥 如果要連戰一直贏下去 不用F-7有大快要打多久 我都不知道 真的 好啦,我們今集試試玩了這麼多 我們下集試試 這裡究極聯盟 我試試用... 不用S-7有大快 連續一次過打完 看看我們要打多久 可能其實一集都差不多 因為剛才都打到那個... 那個... 效決出來了 好啦,我們下集再見 各位,拜拜 zk来自下集 讓我看 地方